和香港宝宝童童一样 新疆宝宝夏克兰也有着比较严重的缺钙问题 厦门和乌鲁木齐的两次体检 夏克兰都被检查出 因缺钙引起了一些身体问题 医生的诊断结果真是急患了一家人 回到皮山的生活虽然忙碌 为了给夏克兰补钙 鼓励想尽了一切办法 趁着今天休息 鼓励决定再好好给夏克兰补补 去给夏克兰买点羊骨头 我们给它补补钙去 羊骨头 嗯 就说羊骨头补钙 那你要买啥骨头呢 牛骨头 牛骨头 牛骨头太凉了呀 凉得很 牛肉是凉性的呀 那骨头下面吃凉得很 凉性的就别吃了 羊肉是热性的 那该换衣服换衣服该去买 夏克兰这缺钙一支的 补的到现在 反正这边也检查不了 到底补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也回不去 我们就先食补吧 买点虾 然后再给它买 到底买羊骨头吧 牛骨头 我还是往上擦一下吧 夏克兰的补钙大计 一直没停过 但之前更多的是补充药物钙 而这一次鼓励选择食疗 却又因到底选择牛骨头 还是羊骨头而苦恼起来 想通过手机上网找到准确答案 却不想这一茶更加纠结起来 然后这上面说 两岁的宝宝可以喝牛骨头汤 含丰富的钙 下克兰 含钙下克兰 钙 钙 不含 你看这上面说 这是个儿科医师 用骨头汤补钙几乎不会有什么效果 恰恰瘦肉的营养就比骨头汤里的多 而且瘦肉内含有钙质 到底要怎样 现在不行 把牛骨头和羊骨头放到一块 不行 看完这个网上我更下迷茫了 试一下吧买点牛骨头 终于鼓励下定决心要给下克兰试一下 可结果又因为谁去买的问题 再次发生分歧 对于鼓励来说 虽然工作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 但不管在哪 不管做什么 夏克兰都占据着他的整颗心 还是我去吧 刚刚买你 爸爸你挑的不好 我自己去 因为实在不大放心 让粗制大业的爸爸 去给自己的宝贝女儿买补钙大器的 鼓励最后还是决定亲自动身 这次去只买股头呢 还买别的吗 上次不是给我们发了一个补钙小贴士吗 专家给的 专家给的那个补钙小贴士 然后我就想按照上面的什么虾皮也补钙 然后还有海带 然后我特别还想跟专家 有没有就是什么 比较就是吸收好一点的钙 适合于孩子补钙的食物 最合适的是奶 吸收率非常高 从吸收率这个角度来说呢 补鸡蛋和豆制品 也就是豆腐也是非常合适的 这些呢 对于孩子的补钙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可以采取的一些方式 涵盖丰富的食物 比如说鸡蛋里面涵盖比较丰富 豆腐里面涵盖也比较丰富 另外还有一些植物性的食物 涵盖也比较丰富 比方说像芝麻 绿叶的蔬菜等等这些 涵盖量也是比较丰富的